大家好,我是MKC主播韩荣 今天要跟您分享 金石流程提升企业营运绩效 企业是由营业、研发、采购、生产、仓储、配送等核心流程 以及人力资源、资讯、策略规划等支援流程而组成的 然而企业内部的流程经常充斥着浪费 例如说设计错误造成加工困难 采购延迟造成交期的延后 人为操作错误造成报废或者是搬运的路线过程等等 非但不能够创造价值更会造成成本大量的增加 若企业能将内部各种无法创造价值的活动流程做金石化 才能够在严苛的经营环境中存活 进而创造最高的利润 企业的流程众多 若要全部同时进行金石 在人力、物力上有实质的困难 或许可以从企业内流程绩效表现不佳 同时企业营运绩效有重大影响的流程 先着手进行改善 以下先介绍标准的流程金石做法 首先步骤一 进行流程工作的盘点 首先选定需要进行金石的流程 并且指定流程的所有人 经由组织图找出流程所有的成员 要求所有成员填写工作的盘点表 步骤二 核对工作盘点表 收集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盘点表之后 由流程的所有人或者是顾问师 协助主义核对工作的内容 确认是否正确或者是有所遗漏 步骤三 流程现况的整合 这是流程金石的关键步骤 将确认过的工作盘点表 由各个成员 将每一个工作内容填写一张 可以重复撕贴的标签纸 依照活动或者是流程发生的先后顺序 进行排列 做成一张工作的流程图 步骤四 制作工作流程现况表后 将排列好的工作流程图 由流程的所有人 做成工作流程现况表 步骤五 设定改善的目标 设定改善的目标之前 由流程的所有人 先收集企业内部流程绩效的表现 与顾客对企业流程表现的期待 例如交货期 产品的不良率等等 并且召集流程的相关人员进行讨论 以确认流程应该要改善的目标 步骤六 流程精实的讨论 这是流程精实最重要的步骤 由流程的所有人 邀集相关的人员 参考步骤四 所建立的流程顺序 透过脑力激动法 并且运用删除 合并 重组 简化 来进行精实的讨论 以聚焦精实的共识 步骤七 拟定精实的方案 经由流程精实讨论的结论 逐一记录在流程精实行动计划表 并且指定负责人员以及预定要完成的日期 步骤八 执行精实的方案 依照行动计划表之进度来进行精实流程的精实 流程的所有人必须要定期的检视各项行动计划执行的状况 如果有必要必须要重复执行流程精实的讨论 步骤九 确认精实的成果以及持续改善 执行的精实方案必须要与原本设定的目标进行比较 若未能达成预期的目标时 可以再做流程的精实讨论 若达成目标了 则可以自我挑战或者是进行标杆学习 进行持续性的精实 在精实的过程中需要注意 因为工作层面的多样化导致工作小组的形成 这些工作小组的员工必须要透过适当的管理体系 加以聘用评估并且给心 形成一个管理系统 让员工愿意改变作业的流程 并拒之获取相对应的报酬或者是激励的价值观和信仰 简单的说就是要建立一套激励员工 愿意去进行流程精实的绩效讲酬制度 而这个制度让员工愿意主动的去精实流程 因而创造公司与员工双赢的最终目的 如果各位对流程精实有更多的兴趣 或者是想进一步了解 欢迎上MKC的网站 恰询撰写本文的专业顾问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